美国的情报 好了,现在的《纪害事变》 这是所谓的反修例的风波 演变成一场铺天盖地 波澜撞阔的反政府运动 甚至是反中共 甚至是反中国的一个运动 是不是? 已经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看不到在可见的将来 这个运动是会结束的 理由很简单 因为全世界都错 是你特区政府没错 全世界都有错 示威者全部都是暴徒 警察就永远没错 那你解决不了问题的 赢了选举又怎样呢 香港人说赢了这场选举 那接着呢 他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吗 有想多些办法来解决这个经济民生问题吗 会不会现在在库房拿钱出来 一人派一万呢 今年一人派一万 无差别派 就不是无差别袭击你 无差别派一万 七百多万人都是七百多亿而已 连孩子也派 一个家庭六个人 他马上有六皮 你会不会这样做呢 不会 做了这些也没有用 他也会反你的 有些根本的问题就要出现 就是要改变 是吧 你没有的 从没有让香港人看到你有任何反省 是吧 然后改变的这些迹象 林郑月娥或者这个张建宗 常常行出来念念有词 说反思反思 反什么诗呢 反思完之后你要做事 反思了什么呢 你又告诉香港人听 你反思了什么呢 你反思了什么呢 止暴制乱 当前急冒 这个不是你的反思 是习近平的 姓子 你一旦解决不了香港民生问题 接着下来 我告诉你 经济萧条 民生丢弊 是吧 本来香港已经 就是因为 这种经济结构 是吧 当你经济一出现衰退的时候 就非常之大事 是吧 加上 有这一场政治运动 是吧 那么香港呢 就真的是 整个经济 有机会崩溃 我告诉你 是吧 到今天为止 你美中的谈判 也没有结果 是吧 有些人已经看过了一年 也没得到 是吧 你现在又要反制 那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是吧 你要反制人 那别人会不会反制你呢 是吧 就是 就是 没得解决的 我经常说 香港要长治久安 是八个字 这个是 老生常谈 我说了 n那么多年 一个叫做 还政于民 一个叫做 还负于民 这八个字很简单 大家都听得明白 还政于民的意思 就不是要你搞港独 好了 最低要求 按照基本法 是吧 循序前进 最终达至 双普选 这一条 你不但做不到 你还要透过修改基本法 透过人大决定 令到香港的双普选 遥遥无期 还政于民很简单 我们的要求 譬如我的立场 就要全民制建 重新立约 要香港人去修改基本法 是吧 如果香港人要修改基本法 你就要推倒 从来就是 修改基本法 哪个部分 可能就是政治 那部分 或者是政制 那部分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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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香港 即是说 五十年不变再延续 是不是 要修改基本法 那些全部都要修改基本法 那修改基本法 門檻就非常之高 那只要你共产党愿意做的话 你就先按照香港人的意愿 去修改基本法 是吧 接着那部基本法修改 你要加一条 就是由香港人去修改 那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看法 那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那些人认为这个法务 没有那么早 那我也要说 是吧 还政于民 最低限度 就是要先双普选 是吧 是吧 在下一届 或者再下一届 好了吗 至少你要说这些 要做 要推动 还富于民就是 重新合理分配财富 这种资本主义制度 五十年不变 是吧 喂 条文就叫做 资本主义制度 五十年不变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涵 是不是一定要 像现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 是吧 就是等于 罗斯福总统 在1930年代 美国的经济大蕭条的时候 喂 他那个新政 就有社会主义的色彩 是资本主义里面 有社会主义的色彩 是不是 加税 增加福利 增加公共开支 没什么学问的 其实是 你明白吗 那去重新合理分配社会的财富 是这个意思 是吧 那你现在去重新合配 即分配香港的财富 那你那些有钱人 当然跟你拆天了 是吧 那你当然要加他税 很简单 是吧 所以基本上是没得救的 你现在一直在暢淡 没有用的 你现在政府 你继续在暢淡经济 是不是 当然有些根本的原因 令到香港的经济 接下来 会出现这个衰退 甚至蕭条 但是 你不能把暢淡所有暴力示威 那你就没有责任 是不是 经济蕭条 民生丢弊 罪魁祸首 就是这个特区政府 这个罪魁祸首的意思 不单止指今次的 这个所谓修例 引发的这个反政府 的这个 所谓暴力示威 是不是 还有是整个香港的经济结构 香港的这个所谓经济的制度 政府的财金政策 全部都有关的 是不是 就是这些 我们过去在立法会八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 去讲这些东西 有写过很多文章 是不是 那他就理你都傻 是不是 是毫无反应 他照舊 照做 香港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 积极不干预政策 是不是 然后这个财政收入 一两入为出 售至上底 但是去到现在这个环境 你可以不变吗 当年97年曾荫权打大岳 那他是不是非常时期 会有非常手段 是不是 你现在有万多亿的财政储备 在香港经济进入寒冬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应该拿些储备出来做事 等于我刚才说的一个最简单的 你想现在扭转 市民对政府的这种反感 减少大概是5%左右 你派一下吧 是不是 他立刻宣布出来 现在经济是没有了 我个个派一边 还是无差别的派 七百多万人全部派 都是多少钱 七百多亿 但是 你不会这样做 尤其陈茂波派那4千元 是跨过两个财政年度 到现在都未派完 你只是看政府这些官员那种无能 你就彻底对这个特区政府是失望 是不是 甚至乎是非常反感 是不是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谁跟你合作呢 是不是 市民 对前途没有信心 对政府非常反感 人心虚胁 是不是 我烧什么废出来 是不是 很多人都已经在那里 准备走投 我也有几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 今时今日才告诉我 毓民 我打算移民的了 就算没有移民也好 我也在那里住 在那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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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已经是找到钱 有些职触 有些钱可以花的人 走得就走 中产阶级 就是 经济的能力比较强一点 现在将那些小孩尽量 小学已经送他走 这样 你特区政府没有责任的 原来 暴力示威影响经济 这样你也能说得出 是吗 暴力示威会令到 经济萧条吗 真的 喂 你就去止暴制乱 那些 它又不是天天发生 现在香港也未至于 整个经济停顿 因为这个暴力示威 对不对 就算是 星期日那件事也是 人家有几十万人在尖沙咀游行 你又要放催泪弹 是吧 有拿不反对通知书 你又要放催泪弹 你又要在那里搞事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现象 就是 那些警察已经是杀得盛起 杀红了眼的 喂 除了多多几万元那些OT之外 是吧 还可以 从来没有这个机会 他把枪开就开 是吧 见到你就说粗口骂你 又打你 是吧 他可以这样凌辱人 他从来没有试过 那时候做这些事情 喂 那些赵金鬼都要坐牢 是吧 现在不用 多好啊 我有个朋友 他说 他这些警察的老友 跟他说 他说很爽的 现在走出去 多帅 你知道吗 是吧 喜欢打哪个就打哪个 喜欢骂哪个就骂哪个 跟着一定有记者会 警察记者会 帮他解释 不小心碰到而已 那样 真是挺好的 不用负刑责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警察被人高 那就是说 这些警察全部是对的 跟我们看到的画面 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是非对错的观念 要反过来 是吧 就是这个等于 现在还有一些扑街 就是说六四没有死 一个人 一样的 有些人是相信的 说到自己 是吧 说这些东西的人 不是没有良心 那么简单 这些是人渣 是吧 就是你说警察 很合理的 现在他执法或者撑警 说这些说话的人 不单只是没有良心 基本上就是人渣 是不应该有这个世界存在的 我说的 说完